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方方面面都会有公权力 你要守规矩 谁来制定规矩 谁来执行规矩 就是选举 那一个不剩 选举就选上了老鼠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空了 都是这样子 而且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台湾现在又在选举 那在这个当口 新竹市长高宏安 最近的丑闻 已经连环报 丑不可闻 可是他自己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自己好棒棒 同时呢 他的新竹市秘书长 新竹市发言人 都觉得高宏安没问题 我们新竹市很棒 你们为什么要来污蔑基层公务员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那国民党呢 要么闭嘴 要么就说 对了 高宏安你要说清楚了 但是你明镜长怎么样 就蛮好笑的 台湾这个样子 是特别吗 当然不特别 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算是重量级的哦 然后他曾经到台湾来 恐吓取材 要台湾给钱 这个人现在在美国被以贪污罪起诉了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梅南德兹 梅南德兹 这个厉害了 这是他第二次涉及贪污罪 根据美媒的报道 梅南德兹 他可是在家里面被找到什么 金条数十万美元现金 还有豪车 豪车 高宏安也坐豪车 保时捷 这个梅南德兹 豪车是奔驰 美国的联邦检察官 他提出多项指控 美国的司法部 在其中的一项指控里面表示 梅南德兹 曾经向埃及政府提供 敏感情资 为的是什么 是协助一名埃及裔的美国商人 保护他的垄断权 美国联邦检察官 对梅南德兹是好几项指控 不是只有一项指控 第二一般呢 他们会丢出一些鱼儿 喂喂鲨鱼 我有好几项指控啊 我丢出其中一个指控 你们听听看 这个指控就是 他竟然把敏感的情报资料 给了埃及政府 给埃及政府呢 他目的是交换埃及的美国商人 有垄断权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他跟 他以美国重量级参议员的身份 跟埃及政府谈判 我给你敏感的情报 那埃及政府要给你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一个美国人 在埃及做生意 在埃及做生意哦 这个美国人 他是埃及裔的美国人 所以他做生意 在埃及做生意 然后要埃及政府 给他一个做生意的垄断权 所以呢 这个梅兰德兹 他用他参议员的身份 他可以看到很多机密的文件 这个机密的文件 跟埃及政府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也许是埃及政府里面 有人贪污 有人干嘛干嘛干嘛 那这个是埃及政府 我要你给我这个机密文件 那我给你什么好处 给他的好处是交换 我有个金主啊 你帮我保护他在埃及里面 事业垄断权 做垄断生意 所有所有的生意 只要是垄断权 那个就是躺赚 那不晓得会不会有台湾呢 他这一套 会不会拿来在台湾搞呢 哎 交换交换 你台湾需要 我帮你做什么 你要给我什么好处 民主党在参议院 他是微弱过半 拔掉一袭啊 他就没有过半了 没有过半 那这参议院就不是民主党控制了 那梅兰德斯他被起诉以后啊 他就暂时卸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一职 他凭着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他可以看到可以经手的机密资料 何其大 他可以影响到的法案何其多 牵涉到的都是外国政府 外国政府需要美国的战队 美国的声援 那他可以决定啊 很多法案 很多决议 牵涉到外国政府的 牵涉到外交的 现在这个外交委员会 他是主席啊 他可以硬做啊 找自己铁哥们 好姐妹 我们来签名签姿啊 然后运作 通过 通过之后 下一步就送参议院的大会 这样子的话 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 只要想笼络美国 想贿赂美国的都要听话 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威廉斯啊 他说 这位参议员跟他的妻子 收受几十万美元汇款 换取参议员 梅兰德斯利用他的权力跟影响力 来保护这些商人 使他致富 并且使埃及政府收益 他掌握的市政就是 梅兰德斯 拿了钱 这个钱的来源 很可能就是这个埃及裔的美国人 他给他钱 给他钱 让梅兰德斯用手上的资料 去跟埃及政府做交换 交换的好处呢 就给了这个埃及裔的商人 利益流就串起来了 但梅兰德斯也不会这样束手就擒嘛 就跟高宏安一样 跟台湾的蓝绿白众多的贪官物理一样 梅兰德斯在这个声明里面就说 你这些指控啊 毫无根据 而且他说这个起诉啊 是对我跟我的妻子的人身攻击 因为他夫妻俩都被起诉嘛 梅兰德斯说 他们曲解了一个国会办公室的正常运作啊 这个行动的幕后黑手 不过就是无法接受一个出身卑微的 第一代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 可以成为一个美国参议员 而且表现优异 卓越 梅兰德斯的反指控 或者说他的反制 也是非常经典 你看他第一步讲 第一 这个指控 是毫无根据的 气势很盛啊 第二 你这个密谋啊 你们 无知 你们曲解了国会办公室正常的运作啊 我们本来就要跟很多人谈判啊 我们要接受选民陈情啊 这个埃及美国人 他是我的选民啊 我为民服务啊 我就去找埃及政府啊 泄入他国内政 要埃及政府听你美国参议员的话 好 他当然 他就掩盖 他故意不讲 我收了这个埃及人的钱啊 那个检察官一定有事证 他收了钱 同时呢 他也不讲 他这样子干涉埃及的内政 干涉人家国内的商业的正常 公平正常的运作 要埃及政府 给他垄断权 然后第二条 他就想 我这是正常运作啊 第三 开始扣帽子 你们啊 因为他是拉丁裔的嘛 你们就是无法忍受 你们这些白人啊 你们无法忍受 我这个第一代的拉丁裔 我做得这么好 我爬得这么高 我当了国会议员 我当参议员 而且我做得这么好 所以就是三段曲 第一 博士 第二 哎呀 你们不懂 第三 你们就是 别有所图 摘账污蔑 因为你们看 看不惯 我跟有色人种 拉丁裔 我从底层爬起来 厉害吧 很经典 那这三段式的回答呢 在台湾的种种的 所有的贪官物理的回答里面 也是一样 陈水扁说 莫斯冤枉了 还把手铐拿 冤枉了 你们不了解 我一切这些都是为了要 排毒建国 你蓝营污蔑我 好 我是无辜的 我钱拿来是为了建国 民进党每个人都拿了我的钱 然后再来 国民党的贪官物理也是一样 国民党贪官物理 哎 按照比例来讲 也不低 我不敢说比民进党贪官物理还要 密集 但是也不低 民众党 他更是台湾有史以来 所有的政党里面 贪污腐败 速度最快的一个政党 民众党里面贪污腐败的 染黄染黑的 高宏安 只是其中之一 那检察官在这个 梅兰德斯家里面呢 找到了现金 超过50万美元的现金 那据说这个现金就是来自三个向他求助的新泽西州的商人 大部分现金都装在信封跟盒子里面 还藏在他们家的周围 有些现金塞在他的外套里面 外套上面还印了他的名字 从现金还有金条 价值15万美元的金条 其中一个商人还送了一台奔驰敞篷车 检方说他们有证据证明 梅兰德斯跟妻子收到金条的时候 他在谷歌上面搜寻查看金条的价值 起诉说还说梅兰德斯收钱来帮助保护其中两个商人 不用受到司法部的调查 帮助第三名商人 这个商人就是埃及裔的美国人 哈纳让他获得埃及政府给他商业垄断权 那其他的行政还包括美兰德斯提供敏感的美国政府情资 采取其他秘密援助埃及政府的行动 就一般美国人家里有现金就保证是犯罪了 他不像大陆都是用支付宝 微信支付 他们一般都是用信用卡 只有说花小钱你会用点现金 参议员家里有50万美元 这当然就是贿赂 因为他不敢走金流 贿赂他不敢把钱贿到他的银行账户 所以只好给现金 还有给金条 给豪车 奔驰敞捧车 这当然是有问题 拿钱他还去帮两个人 让他们不要被司法部调查 所以他干涉司法 那就证明了在美国的社会 当然是有钱能使鬼推幕 一个国会院送钱就影响了司法 第二个也查到他给了埃及政府 请资就是送钱给他的人 就在埃及当中的好处了 这个模式 你也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 发生在台湾里面 台湾的选举上来的明代 县市长或者更高层级的 阿扁 唐木是确认的 这些人手上有公权力 人家就送钱 送钱然后他就干嘛搞 那这个还是 贿赂 整个台湾跟美国的制度 很多是把贪污制度化了 变成合法贪污了 只是说你 超过合法贪污以外 叫做非法贪污 有很多人是成功的 毙掉了贪污这个罪 比如说政治现金 你如果依法收一个企业一百万 你收政治现金 依法申报 然后没有对价关系 那么人家要把你当成贪污罪来办 还有点难 美国梅兰德斯这个事情 他就人赃俱获了 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梅兰德斯他就是被民进党 一直吹嘘的所谓的友台参议员 他呢 就是在国会里面 发起了台湾政策法 这个里面是积极的在推动台湾独立 所以这个梅兰德斯 他会拿钱 然后跟埃及政府交易金资 请问他会不会拿钱 去推动台湾政策法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台湾是怎么样去收买美国的政要的 台湾这里有透过好几个不同的管道 钱就流到了美国 在美国的台湾过去美国的 然后在那边成立了很多组织 那因为台湾人规划成美国人 他当然就变成是美国公民啊 然后他就可以依法成立很多基金会啊 组织啊 然后游说美国政府美国国会议员啊 所以就是透过两三个不同的管道 或者更多的 然后去收买 因为他们就可以捐钱给美国的国会议员啊 这个还是合法的 合法捐钱的 那非法的还可以私底下给更多钱 就是陈水扁 他当年怎么样运用台湾人在美国的组织 去收买美国的政要 在陈水扁的贪污案子里面也有好几笔啊 那台湾政策法 主要的发起人 就是这个美兰德兹 那美兰德兹 现在出事了 而且下一步大家要看 这个台湾政策法 是不是收钱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